蠻多个股在尾盘做拉台的 有集中在传产业的方向盘像是航运类股 还有钢铁股持续有买单在敲 那拉尾盘的传产股还有像台具 台具也是甩上涨停板 以涨停长红棒的方式突破整理区 台具甩上涨停所为何来 请教到的是亚洲投顾胡玉堂分析师 玉堂你好 武恩 艳婷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午安 好像没有看到塑化股很激情的集体在拉 那为什么独独台具能够甩上涨停呢 好 当然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 也跟印度的一个疫情 更严重的一个关系 有一定的一个牵连 造成所谓相关的 不管农产原物料 甚至是这种塑化原物料的一个部分 都会有一个可能在助长一个推称的力道 所以以台具来看 其实我觉得从EVA的个股 台序 台具 亚具的一个部分 因为它都有一定的一个受惠的程度 所以再加上今天尾盘的部分可以看到 其实原物料的族群 还是买气很强的拉尾盘 那代表说传产这一块还是市场的一个多头聚焦的东西 钢铁今天先拉了尾盘拉到的一个塑化类的一个部分 再来当然今天指标性的族群 就是联发科的跳空涨停 当然也连带时的一些IC设计股 我们大概看个通通 像是先前法说不错的智原 今天也是曲细性的一个公高 另外像是比较低价 中低价的林阳的一个部分 今天也是公道涨停板 所以说在目前的一个旁边的内容来看 我觉得它算是一个蛮良性的 应该说是整个电传经 就是说面是很广的 所以我觉得在近期来看 我也会去抓一些比较有机会受惠 这么讲 财报会不错 然后第二季营收也会不错的族群 有拉回我觉得可以多加留意 举例来说我们先前也追踪一段时间的自行车族群 今天有法人的报告给巨大的目标价 喊到四五六 那最近的一个新的讯息 德国在去年自行车的一个平均售价 大幅上涨至1279欧元 因为电动自行车的占比提高 所以巨大的一个部分 你可以看到先前股价比较整理一些回测月线 但是你可以发现外资是持续买 做链条的五三零六的贵猛 前一波是破了月线 但是我们下面放外资的一个进出 可以看得很清楚 外资也是天天几乎拉回来的同时 都是站在买方 因为毕竟来说他们手机的营收 都是分别写下这种新高 或者是同期高的数字表现很好 所以我觉得这种营收获利的成长股 又有基本面支撑的 其实拉回来你都可以做一个低阶的动作 另外像是这个领主件的1517的立期也是一样 先前因为短线急涨之后被处置分盘交易 那最近解禁之后你可以发现 股价是回测到月均线的一个位置 那如果以立期来看 今年首季的营收也比去年同期大增了95% 尤其首季的获利很有可能就是一季就赚赢去年的全年 因为不仅是营收增加的一个原因来自于产品的报价 是跟随原物料同步性的调升 所以公司的一个你说毛利率的提高 获利的空间提高 甚至是下游厂商的拉货的力道 大家现在都在抢货 拉的是相当的一个积极 所以我倒觉得这种所谓业绩比较明确成长的趋势的产业 这些基优的个股 我强调就是说这种营收真的很好的公司 第一个拉回来是可以比较有信心这样在买房的 那最近原物料我们在这两天也追踪到 已经轮动到所谓的食品股的一个部分 那食品来说这种油脂相关的公司 跟黄小玉的联动性 就是说密切度更高 所以像是福寿大统益这些公司 都可以多加留意 甚至公布获利不错的南桥 虽然今天做休息 不过我们前几天连线也分析到 投信是在过去这段时间 持续站在买房的 所以我觉得有投信的筹码加持 而且是最近才刚买 那再加上食品股的一个部分 激起来说并不是这么高 因为是最近才发动的 所以说资金可能流传到食品 甚至纺织的部分 我觉得这两块还是有延续性 因为刚刚也聊到了 这个印度也是棉花的一个大国 那如果产出不顺的话 一些加工师替代棉花的一些原料 它的需求已经同步性的一个上升 所以像1409的新鲜 今年手机的营收表现也很好 年增快六成了 1444的利利 虽然手机的营收算是 并不是特别亮眼 但是你要记得 它是苹果重要的 这个环保杀限的一个供应商 所以你可以看到 纺织股我觉得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 就是我们过去常讲的 其实现在在多头市场 投资人或者说市场上的资金 他们会更偏爱这种所谓同班股 因为毕竟这种十几块钱的个股 低价低基期 大家比较敢买 讲实在话 联发科当然今天很强所涨低 来到历史高1185元 但是你说在这个地方 再去追高 甚至是买进的风险 我觉得相对来说 当然也会比较高一点 不是我不看好联发科 因为毕竟股价在历史高 我觉得投资人在追加上 可能也都会有所担心 那反而像纺织类股 又有这个所谓 物价上涨的利多 再来股价上又便宜 那如果说真的 接下来公布出来的营收获利 它是能出现大幅度的成长的话 这种低价的同班股 有时候股价 这个所谓的 弹生的力道 跟弹生的空间 也是蛮值得想象的 是非常感谢胡怡彤老师 帮我们的观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